感谢主 我们是否有翻译 感谢主 很开心 舞堂Debbie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感谢主很开心 舞堂Debbie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刚才她的祷告将我今天要讲的信息 全部都讲出来 刚刚她的祷告把我今天想要讲的信息 全部都讲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神给我们一个大大的印证 所以这也是神给我们一个大大的印证 感谢主 今天是我们新锐611 三周年的堂庆的大日子 无论是刚才回顾的片段 和大家的感恩 都让我们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无论是大家的感恩 和刚刚的回顾短片 都让我们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过去三年我们走过一些不同的日子 过去三年我们走过很多不同的日子 但是神的恩典始终不变 但神的恩典始终不变 我今天要和大家再次来到去回顾 我今天要和大家再一次来回顾 我们在第一周年堂庆的时候 神给我们的主题是 我们在一周年堂庆的时候 神给我们的主题是 神上神祭 但是神的话语真的非常真实 但是神的话语真的非常真实 那一年里面我们经历神很多的神迹 一直托着我们 那一年我们经历神很多的神祭 一路托住我们 新锐在中上环区就好像一个绿洲一样 在我们当中满有平安 新锐在中上环区就好像一个绿洲一样 让我们满有平安 感恩到第二年的时候 感恩到第二年的时候 圣灵给我的感动主题就是 扩张障磨 圣灵给我的主题就是 扩张障磨 结果不单单我们人数增长 我们得着南岛这个地方 结果不单我们人数增长 我们也得着南岛这个地方 甚至我们可以买到对面的希伯伦 甚至我们可以买到对面的希伯伦 这个是一点都不简单的事情 这个是一点也不简单的事 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其实很多的地方经济都受到重创 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很多的地方经济都受到重撞 当我们说我们要买物业的时候 很多人都跟我们说 在这个时候你买物业行不行的 当我们要买物业的时候 很多人都跟我们说 你现在要买物业行不行的 但是神就用14个神迹带领我们 但是神就用14个神迹来带领我们 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甚至最后我们只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要成交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没够钱 甚至在我们最后一个礼拜 要成交的时候 我们还不够钱 连母堂张牧师都问我们的会计同工 你身上究竟能不能搞得好 连母堂就问我们新瑞的同工 你们究竟行不行的 我们的会计同工就告诉我们 牧师你不用担心他们很有钱 我们的会计同工就说 牧师你不用担心他们很有钱 我们就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要成交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礼拜要成交 结果神在三天之内 供应我们611万 结果神在一个礼拜之内 供应我们611万 所以神是真的 所以神是真的 神用他的同在 带领我们一路向前走 神用他的同在 一路带领我们往前走 无论是两周年 是过去一周年两周年的时候 我们的主题都成就在我们当中 无论是过去的一周年两周年 我们的主题都成就在我们当中 所以大家可能就很好奇 那我们今天三周年 神又给了些什么说话给我们呢 可能大家就会很好奇 现在三周年了 神又会给我们什么主题在我们当中呢 三周年的主题是什么呢 三周年的主题是什么呢 神要我们怎样去迈进我们的第四年呢 神要我们怎样去迈进我们的第四年呢 这个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 兴起发光加增强盛 兴起发光加增强盛 没错 神透过以赛书60章对我们说话 神透过以赛书60章对我们说话 神说我们今年要为神兴起为神发光 神说我们今年要为神兴起为神发光 怎样兴起怎样发光呢 怎样兴起怎样发光呢 我们一起来看我讲到的第一个大点 兴起发光就是现在 兴起发光就是现在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书的第60章的第一道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书的60章的一至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 看那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 耶和华却要显然照耀你 他的荣耀要在你身上 万国要来就你的光 君王要来就你发现的光辉 就在我们三周年的时候 就在我们三周年的时候 神说兴起发光 神说兴起发光 怎样兴起 怎样兴起 怎样可以发光呢 我们的光是哪里来的呢 我们的光从哪里来的 先知以赛不等我们发问 他就将答案一口气地告诉我们 先知以赛亚没有等我们发问 他就将答案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所发的光 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光辉 他说我们所发的光 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光辉 而是我们要反射出 反映出神的光芒和光辉 而是我们要反射出神的光辉的光芒 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 他就说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耀坏的荣光发现照耀你 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 他就说耶和华的光已经来到 要照耀你 你要兴起发光 因为神的荣耀光辉 已经照在你的身上 因为神的荣耀照在你的身上 所以你会发光 而且是挡都挡不住的 因为神的荣耀光辉 会照在你的身上 所以你要发光 挡都挡不住 这段圣经的原文 那个兴起和发光 都是现在式来的 这段圣经的原文的兴起发光 都是现在式 所以你现在就要兴起 现在就要发光了 所以你现在就要兴起 现在就要发光 为什么你现在就要发光 因为神的光已经来到了 为什么你现在就要发光 因为神的光已经来到 神的光已经照耀你了 神的光已经照耀你了 神为什么要让他的光辉照耀下来呢 神为什么要让他的光辉照耀下来呢 原来神在天上 一看到整片大地的时候 原来神在天上 看见整片大地的时候 黑暗遮盖大地 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幽暗遮盖万民 所以神很心急 所以神很心急 神要将这一切的黑暗都拒开 神要将这一切的黑暗都驱开 所以神的光已经照下来了 所以神的光已经照下来了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神等不及了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是神等不及了 神今天见到世界的景况 神今天见到世界的景况 神今天看到香港的景况 神今天见到香港的景况 神心里面急得好像火烧一样 神心里急得好像火烧一样 大地都在黑暗当中 大地都在黑暗当中 所有的万民都看不见盼望 所有的万民都看不见盼望 心里面经历的是孤单 是沮丧 心里面经历的是孤单沮丧 神说够了 神说够了 我要推开你一切的黑暗 我要推开这一切的黑暗 我要做工 我要做工 我要我的百姓兴起 我要我的百姓兴起 所以祂将祂的光已经刺下 所以祂将祂的光已经刺下 祂的光已经临到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光怎样才可以射向整个大地呢 这个光怎样才可以射向整个大地呢 这个光怎样才可以叫万民体见呢 这个光怎样才能让万民看见呢 一个的方法 一个的条件 一个的方法 一个条件 就是神的百姓要兴起 就是神的百姓要兴起 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要兴起 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要兴起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你想想如果所有神的百姓 你想想如果所有神的百姓 和万民没有分别 我们都在黑暗当中 我们都在绝望当中 颓废地坐在这里 我们头顶全部都是幽暗 全部都是黑暗 如果连我们属神的百姓 我们都没有盼望 世人怎样会有盼望呢 如果连我们属神的百姓都没有盼望 世人怎么会有盼望呢 你知道吗 当你这样坐在这里 当你这样不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跟神的连结好像断开了一样 你知道吗 当你这样坐在这里不动的时候 我们和神就好像断绝了一样 神的光辉就算来到 神的光辉就算来到都做不了什么 所以神说 同意对祂的百姓来说 所以神对祂的百姓来说 你要兴起发光 你要兴起发光 当你一兴起的时候 当你一兴起的时候 当你一起来的时候 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就被你反射出去 然后万民就看见那个盼望 是透过你的生命来复射出去 是透过你的生命来复射出去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起来 我们要为神来发光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起来 我们要为神发光 因为神的时间已经到了 因为神的时间已经到了 神说看了 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蔽万民 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但是耶和华的光却要照耀你 但是耶和华的光却要照耀你 所以这个是大地的盼望 所以这是大地的盼望 你先要去领受这一份信心 然后你起来 你先要去领受这一份信心 然后你起来 当你能够起来为神作见证 当你能够起来跟随神的时候 当你能够起来为神做见证 当你能够起来跟随神的时候 这个的兴起也就是代表 神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神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这个兴起就代表 神讲什么我们做什么 神去到哪里我们也去到哪里 当我们能够这样兴起跟随神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这样兴起跟随神的时候 神的光就可以照遍整个大地 神的光就可以照遍整个大地 世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出路 看见盼望 世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出路 看见盼望 而且这个兴起不是过去式 不是将来式 而且这个兴起不是过去式 是将来式 也不是将来式 也不是将来式 是现在式 是现在式 是现在就要兴起 是现在就要兴起 所以我给他第一个大点的题目 就是兴起发光 就是现在 所以我给他的第一个题目就是 星期发光就是现在 其实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 是两个月前 其实我预备这个经文是两个月之前 两个月前我向神祈祷 神啊三周年给我们是什么主题 两个月之前我跟神祷告 神啊三周年你给我们什么主题 我们要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 进入我们的第四年 我们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 进入我们的第四年 圣灵就跟我说以赛亚书60章 圣灵就跟我说以赛亚书60章 当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 神就说兴起就是现在 当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 神说兴起就是现在 是现在式 是现在式 但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昨天神就给我们一个大大的印证 昨天神就给我们一个大大的印证 我们的三周 我们的周年堂庆 是在十一月的第一个礼拜 我们的堂庆在十一月的第一个礼拜 每年十一月的第一个礼拜 每年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 但你知道那个日子会有少少出入的 但是那个时间会有小小不同的 所以我们昨天开始 我们第一场庆祝我们的三周年堂庆 所以我们昨天第一堂庆祝我们的三周年堂庆 昨天几月几号 昨天是几月几号 11月5号 11月5号 11月5号很特别的 11月5号很特别 因为11月5号是我的生日 因为11月5号是牧师的生日 所以昨天我们的三周年就搭借我的生日 所以昨天的我们三周年就刚好是牧师的生日 然后有童工突然之间在星期五晚 星期五晚就发了一张照片给我看 有童工突然在星期五晚上发了一张图片给我看 就是这张照片了 11月5号香港市民免费坐电车 我的童工就开玩笑 他说牧师你好慷慨喔 你生日请全港市民免费坐电车喔 我们的童工就开玩笑说牧师你好慷慨喔 你的生日免费请香港人坐电车 这个是神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这是神送给牧师的生日礼物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包括这个电车的机构 包括这个电车的机构 他提出了一个 为什么这一天要请所有人坐电车呢 他提出为什么要这一天请所有人坐电车呢 因为他要发起一个运动 叫做人人发光刹新香港 因为他发起一个运动 人人发光刷新香港 神告诉我们 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兴起发光 神告诉我们 今年的主题就是兴起发光 我们第一天庆祝这个主题的时候 就有免费的电车 告诉人人人都要发光 我们第一次庆祝这个主题的时候 香港政府就发起 人人要发光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 我立即和师母说 哇 我有一种无管动的感觉 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 我就跟师母说 我有毛孔动的感觉 就是毛孔竖起来的感觉 就是毛孔竖起来的感觉 意思就是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所领受的是真的 就是神告诉我们 我们所领受的是真的 你想想想这个 我们怎么可以预演 怎么可以预知有这样的事情呢 你想想这个我们怎么可以预演 怎么可以预知这个事情呢 他哪一天不来就是这一天来 他什么时候都不来 就偏偏是这一天来 一个商业机构 他竟然领受的口号 跟我们一模一样 一个商业机构 他竟然领受的口号 跟我们一模一样 我们的同工说 难道他是臥底 在我们当中聚会 我们的同工说 难道他是卧底 在我们当中聚会 如果是的话 都愿神大大的祝福他 如果是的话 我们也愿神大大的祝福他 让香港所有企业 所有的百姓 都行在神的心意当中 让香港所有的企业 所有的百姓 都行在神的心意当中 所以你看见吗 人人兴起 人人发光就是现在 所以你看见吗 人人兴起 人人发光就是现在 神亲自的告诉我们 就是对了 这个就是神所要的 神亲自的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对的 就是我们要的 新瑞起来发光 新瑞起来发光 香港起来发光 香港起来发光 遍地人人都要发光 遍地人人都要发光 因为神的光辉已经临到 因为神的光辉已经临到 神的恩典已经临到 神的恩典已经临到 我们要起来 我们要发光 我们要发光 怎样去发光呢 就是我们要起来牧羊 就是我们要起来牧羊 我们要将神的光辉 召向所有的人 我们要将神的光辉 照耀所有的人 当你起来牧羊的时候 当你起来牧羊的时候 神说甚至连君王 都要来奏你所发的光辉 神说甚至连君王 就要来奏你发出的光辉 就是你的权柄都要来听你的话 就是你的权柄都要来听你的话 你的老板来到你的面前 你可不可以告诉你神是怎么讲的 你的老板告诉你 来到你的旁边 说你可不可以告诉他 神是怎么讲的 我们前面的方向应该要怎么走 我们前面的方向应该要怎样走 世界动荡 经济不明朗 但是神的说话 世界动荡 经济不明朗 但是神讲什么呢 你讲什么 我们就听 你讲什么 我们都听 我们跟你 因为在你的身上 有神的灵 因为在你的身上 有神的灵 神的话语 在你的口中 神的话语 在你的口中 神的祝福 在你的手中 神的祝福 在你的手中 我们要来跟神 我们要来跟神 你帮助我们 你帮助我们 你知不知道 这样的恩膏 要临到你的身上 先决条件是你愿意 先决条件就是 你愿意为神兴起 愿意为神 牧养遍地 牧养羊群 愿意为神 牧养遍地 牧养羊群 当你能够 这样兴起的时候 君王都要来 就你所发出的光辉 君王都要来 救你发出的光辉 第一节目 我知道你的挣扎是什么 圣经我不熟 圣经我不熟 都没看过一次 我凭什么来牧养 我凭什么来牧养 不要紧 刚才你有个QR Code 我们有小组长训练的 刚刚有一个QR Code 我们有小组长训练 上完这个训练 你就毕业的了 上完这个训练你就毕业了 你就可以起来做小组长 就可以起来牧养的了 就可以起来 做小组长 就可以起来牧养了 牧养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 牧养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 兴起发光不是靠你的光 是因为神的光已经临到 你所需要的一切神已经赐予了 你所需要的一切神已经赐予了 神的光已经照进这个大地了 神的光已经照着这个大地了 只要我们起来配合我们兴起的时候 我们就自然发出光芒 只要我们起来配合 我们就自然发出光芒 我知道你还有第二个忧虑 我知道你还有第二个忧虑 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来的 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来的 我手上什么这些人都没有 我凭什么呀 我们看第二大点你凭什么 我们看第二个大点你凭什么 丰富财宝 荣耀 荣耀 丰富财宝 荣耀 荣耀 我们再来读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的五到七节 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的六十章的五到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 你心又跳动又欢唱 因为大海风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 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 成群的骆驼并迷甸和乙发的独风陀 必遮门你 士巴的众人都必来到 要奉上黄金与乡 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 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者女 礼拜约的公养要供你使用 在我坛上必蒙月纳 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 哪时 哪时 哪时是什么时候呢 哪时是什么时候呢 哪时就是神的同在降临的时候 哪时就是神的同在降临的时候 哪时就是神恢復以色列的时候 哪时就是神恢复以色列的时候 哪时就是神恢复以色列复兴的时候 哪时就是神恢复以色列复兴的时候 更是神发出他的光辉的时候 更是神发出他光辉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 也是我们兴起的时候 对我们来讲 也是我们兴起的时候 当你这样兴起的时候 你就见到有光荣 当你这样兴起的时候 你就见到有光荣 当你这样兴起的时候 你的心又跳动又宽畅 当你这样兴起的时候 你的心又跳动又宽敞 弟兄姐妹与神同工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情 当神的书说发出我们跟着上去的时候 我们就经历神 当神的话一出 我们跟上去的时候 我们就经历神 所以你觉得你没有资源 你觉得你只是一个小人物 所以你觉得你没有资源 你只是一个小人物 但是只要你愿意兴起 但是只要你愿意兴起 领受神的光 神说大海丰富的货物必转来归你 神说大海丰富的货物必转来归你 这个财宝也必来归你 我会和Debbie牧师商量过的 刚刚他祈祷的内容是他自己的领受 你有没有留意刚刚的祈祷的内容 神告诉我们钱不是问题 资源不是问题 问题只是在我们的心里面 只要我们愿意为神兴起 只要我们愿意为神兴起 只要我们愿意为神做工 只要我们愿意为神做工 你肯做就可以了 你肯做就可以了 神说资源不是问题 神说资源不是问题 这个财宝神可以震动它归你 这个财宝神可以震动它归你 大海丰富的资源都可以转来归你 大海丰富的资源都可以转来归你 神将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面 神将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上 只要你为神做工 只要你为神做工 神说你要钱我给你钱 神说你要钱我给你钱 你要人我给你人 你要人我给你人 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 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 唯一的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 你肯不肯起来相信神 唯一的事就是你愿不愿意 起来相信神 在这段圣经里面 神特别讲道 在这一段圣经神特别讲道 成群的骆驼 米店和乙法的毒风陀 都必遮满你 第六节 成群的骆驼 并米店的乙法的毒风陀 都必遮满你 士巴的众人都必来到 奉享黄金与香 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 士巴的众人都必来到 要奉上黄金如香 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 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 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 在我坛上必蒙越纳 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在你这里 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 在我的坛上必蒙越纳 这个所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讲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些列国的人 他们要将他们最尊贵的财宝 交在以色列的手上 这些列国的人 他要将他最尊贵的财宝 放在以色列上 这些从前列国的人 是浅踏以色列 是嘲笑以色列的 你们从前是嘲笑以色列的 但是今天他们调转过来 今天他们调转过来 他们不单止不敢再笑以色列 他们不单止不敢再笑以色列 甚至将他们的财物 交在以色列的手中 甚至将他们的财物 交在以色列手中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来向神献祭 因为他们要来向神献祭 但他们不懂 但是他们不懂 怎样向以色列的神献祭呢 怎样向以色列的神献祭呢 神要的是什么呢 所以他们要将这一切 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 所以他们要将这一切 交在以色列人手中 以色列人要教导他们 敬虔的事 以色列人要教导他们 敬虔的事 其实就是以色列要恢复 成为万国的祭司 而今天你和我 其实就是这个世上的以色列 我们是信心的真以色列人 而你和我就是现在的以色列 我们是真的以色列人 我们是服侍神的一群 所以我们是信心中的利美人 我们是服侍神的一群 我们是信心的利位人 世界的列国要将他们的财宝 交到你的手上来献给神 世界的列国要将财宝交在你的手上 我们要恢复祭司的身份 带领万族万国归向神 带领万族万国归向神 向神来献祭 所以当你恢复这个利美人的身份的时候 所以当你恢复这个利美人的身份的时候 这些财宝这些的公养都被交在你的手上 这些的财宝这些的公养都要交在你的手上 列国都要来跟随你 列国都要来跟随你 和你一起学习司奉 和你一起学习司奉 从前取笑你的人 他要和你一起来到司奉神 从前取笑你的人 他要和你一起来侍奉神 在这个位置我就想起罗拉塔的弟弟 这个位置我就想到罗拉塔斯姆的弟弟 之前因为他没信主 之前因为他没有信主 他常常向我们发出一个问题 他常常向我们发出一个问题 你们经常都说到神这么厉害 你们经常都说到神这么厉害 那你的会友病了的时候 你送他去医院还是送他去教会 当你的会友病了的时候 你送他去医院还是送他去教会 你带他去看医生还是带他去看牧师 你带他看医生还是带他去看牧师呢 吃药还是祷告呢 哇 这些问题是没有尖锐 这些问题好尖锐 经常来笑我们 你说耶稣给你饭吃吗 有说耶稣给你饭吃啊 但当神的恩典临到 当神的恩典临到 神的光照进他的生命里面 神的光照进他的生命里面 有一天他都和我们一起决志信了主 有一天他跟我们一起决志信了主 他一决志信完主之后 他一决志信完主之后 三个月上完整的装备火城 他就起来做小子奖了 三个月上完所有的装备过程 他就起来做小组长 所以你都可以的 所以你都可以的 他那时候圣经肯定没看完一次 自己上了三个月堂 他都做了小组长了 他那时候圣经肯定没有看完一次 只是三个月就做了小组长 然后我就问他 然后我就问他 你知道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多久 你知道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多久了吗 因为他现在是小组长了吗 那我就问他 我就问他 你的祖元有病 你的祖元有病 你带他去医院还是去教会 你带他去医院还是去教会 你带他去见医生还是见牧师 你带他去见医生还是见牧师 是吃药还是祈祷 是吃药还是祷告 我想看看他怎么回答 我想看看他怎么回答 这个就是还给他 这个就是还给他 他告诉我 去医院和去教会没有冲突的嘛 去医院和去教会没有冲突的嘛 看医生和见牧师可以一起的嘛 看医生和见牧师可以一起的嘛 吃药和祈祷可以一起的嘛 吃药和祷告可以一起的嘛 你这么傻的吗 你这么傻的吗 还有啊 万一医生医不好 耶稣医得好嘛 万一医生医不好 耶稣医得好啊 吃药有副作用 祈祷没有副作用的嘛 吃药有副作用 祷告没有副作用啊 看医生要给钱 祈祷不用钱啊 看医生要给钱 祷告不用给钱 看医生医病要开刀 还有一个疤痕留下的 看医生要开刀 还有一个疤痕留下 但如果祈祷神医治的话 没有副作用又没有疤痕 又不用开刀又不用钱 但如果神医治的话 不用开刀也不用钱 这么好的事情 为什么不做啊 这么好的事情 为什么不做啊 傻子才只是做一样的而已 傻瓜才是只做一样 弟兄姐妹 嘲笑你的会同你一同来到去敬拜师奉神 弟兄姐妹 嘲笑你的会和你一起来敬拜师奉神 因为她看见神的光 因为她看见神的光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兴起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兴起 今次不是问题 金钱不是问题 资源不是问题 资源不是问题 信心才是问题 信心才是问题 能否回应 愿不愿意兴起才是问题 如果你不信 如果你不信 我挑战你今年就兴起来试一下 你一定不会失望 因为我们的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在世上没有难成的事 因为神是独一的主 神将希伯伦这个地方赏赐给我们 神将希伯伦这个地方赏赐给我们 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兴起发光 就是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兴起发光 成为万民的盼望 成为万民的盼望 让人经历神 让人经历神 我知道你还有第三个顾虑 我知道你还有第三个顾虑 你说我很微小的 就算我做小组长都不知道有没有人来的 就算我做小组长都不知道有没有人来 我只有一只羊 两只羊 我可以做些什么 我只有一只羊 两只羊 我能做什么 非势力 非才能 乃是靠神的灵 方能成事 非势力 非才能 乃是靠神的灵 方能成事 针对你这一方面的想法 针对你这一方面的想法 神跟你说第三大点 神跟你说第三大点 加尊千倍 成为强盛 加尊千倍 成为强盛 我们一起看以赛书六十章的十九到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看以赛书六十章的十九到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日头不再作你白酒的光 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 夜话却要作你永远的光 你神要为你的荣耀 你的日头不再下落 你的月亮也不退缩 因为夜话却必作你永远的光 你悲哀的日子也缘不了 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 永远得地为业 是我栽种的栽子 我守的工作使我得荣耀 至少的族要加增千倍 未悦的国必成为强盛 我夜话却要安定其促成这事 你知不知道今天这个广场 我收了一个密码在里面 你知不知道今天这个奖章 我收起来密码在哪里 三个大点 三个大点 每一个大点有几个字呢 每一个大点有几个字呢 标题里面其实每一个大点都是八个字 标题里面每一个大点都是八个字 所以是八八八 所以是八八八 你跟随神 你跟随神 兴起发光 兴起发光 你就发发发 你就发发发 没得输 没得输 你说你很弱小 你说你很弱小 但是不紧要 但是没关系 因为神的光已经来到 神的光已经来到的时候 神的光已经来到的时候 日头月亮不再作你的光辉 日头月亮不再作你的光辉 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需要再爱遮任何其他的光辉 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不需要再借其他任何的光辉 来到我们生命里面 从前的人拜日头拜月头 希望日头月亮的光辉 来能够照耀他们 带来盼望 从前的人拜日头拜月光 希望他们带来盼望 但是当神的光辉照耀你的时候 当你兴起的时候 但是当神的光辉照耀你的时候 当你兴起的时候 这一切都不需要了 因为神亲自引领你的道路 因为神亲自引领你的道路 神的光辉亲自照耀 带领你前面的路 神的光辉亲自照耀你前面的路 你不再在黑暗当中 你不再在迷茫的当中 你不在黑暗当中 也不在迷茫当中 神他要做你永远的光 神却要做你永远的光 神必不撇下你 神必不撇下你 甚至神要让你的日子充满荣耀 一切悲哀的日子已经完毕了 神要亲自的造就我们 以我们为祂手中的工作 手中的工作 工作这个字的原文是结作 就是你要在神的手中 神以你为神的结作 你就是那个的masterpiece 你就是那个的结作 而且我们要成为神的栽子 而且我们要成为神的栽子 以色列人用栽子代表后瑞 以色列人用栽子代表后瑞 所以我们是神的后瑞 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是神的后瑞 神的儿女 神要将这份恩膏赏赐给我们 什么样的恩膏呢 就是为神作工的恩膏 成为神儿女的恩膏 当这个恩膏临到你的时候 至少的族要加增千倍 至少的族要加增千倍 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 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 无论你有几个微小都好 神要你加增千倍 无论你多么微小 神都要你加增千倍 因为你是神的儿女 还记得神创造人的时候 还记得神创造人的时候 讲什么 神一创造人之后 神一创造人之后 生养众多片满地面 生养众多片满地面 将神的光带到片地之上 将神的光带到片地之上 所以当你一恢复这个身份的时候 神的恩膏要临到你 所以当你恢复这个身份的时候 神的恩膏要临到你 至少的族都要加增千倍 至少的族都要加增千倍 微弱的国要成为强盛 因为神要大大的作功 第一姐妹我要奉耶稣的名宣告 这句话也要临到所有的弟兄姐妹 在香港基督徒真的是一个微小的数目 我昨天查了一下那个数字 基督徒人口占香港人口只有6.8% 非常微小 难怪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力 难怪我们没有多大的影响力 政府都不多听我们讲话 政府也不怎么听我们讲的 因为加上我们也只有80万人 因为加上我们也最多只有80人 但是这个微小的国要成为强盛 但是这个微小的国要成为强盛 最小的族要加增千倍 最小的族要加增千倍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兴起为神发光 我们要在这里兴起为神发光 我们要起来带领更多的人归向耶稣 我们要起来带领更多的人归向耶稣 神必定休贯祂的能力 将资源赏赐给我们 神必定教官祂的能力 将资源赏赐给我们 我们要起来加增千倍 成为强盛 我们要起来加增千倍成为强盛 不是为自己的荣耀 那是为耶稣的荣耀 不是为自己的荣耀 来自为耶稣的荣耀 香港的宗教会要兴起 香港的宗教会要兴起 香港的体验节目要为神兴起 香港的弟兄姐妹要为神兴起 为神大大的作见证 为神大大的作见证 就像刚才我们的弟兄姐妹出来感恩一样 就好像刚刚我们的弟兄姐妹出来感恩一样 我们要将我们经历的恩典 告诉世人听 我们要将我们经历的恩典告诉世人听 我们要让世人看见 我们的神是如何的真实在我们当中 我们要让世人看见 我们的神如何真实地在我们当中 当我们能够这样起来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这样起来的时候 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 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 神的光辉与我们同在 神的光辉与我们同在 他必能叫我们加征千倍 成为强盛 他必能叫我们加征千倍成为强盛 但是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 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 唯一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兴起 唯一的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心情 愿不愿意摆上你的一切 来为神作功 愿不愿意摆上你的一切来为神作功 这是神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召 这是神对我们所发出的呼召 在今天三周年的时候 在今天三周年的时候 神在这里问我们 是否愿意兴起为神发光 是否愿意兴起为神发光 听姊妹如果你愿意的 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 我邀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一同站立 不要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一同站立 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 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 我们也都用这首诗歌来告诉神 神我们愿意兴起 我们也用这首诗歌告诉神 神我们愿意兴起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了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了 算命 Windows 10 3 HARRIS 4 我们也在这里一到 这是神给你送 lik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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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Shine 神的光已经来到 Ari-Shine 神的荣耀教肴 Ari-Shine 神的光已经来到 Ari-Shine 神要做你永远的光 Ari-Shine 神的光已经来到 Ari-Shine 神的荣耀教肴 Ari-Shine 神的光已经来到 Ari-Shine 神要做你永远的光 Ari-Shine 神的荣耀教肴 Ari-Shine 神的荣耀教肴 Ari-Shine 神是准备 Ari-Shine 神在已选择 Ari-Shine 神的光已经来到 Ride Shine 神的荣耀招摇 Ride Shine 神的光已经来带 Ride Shine 神要做你永远的光 感谢神 神今天在我们的当中 感谢神 神今天在我们当中 我们一直来带领新睿 神一直带领新睿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用一个先知性行动来回应神 我们这个时候 用一个先知性行动来回应神 我要请大家一家一家人 我们举头看到有一盏灯 我们邀请大家一家一家人 看我们头上的这个灯 每一家拿一盏 每一家拿一盏 拿完之后全家一起坐下 拿完之后全家一起坐下 每一家代表拿一盏 拿完之后大家一起坐下 先不要开灯 每一家代表拿一盏 不要把一盏灯开 先不要开灯 如果因为今天人数多 你未拿到灯的话 如果因为今天人数多 你没有拿到灯的话 不要紧 你手上有个发光的电话 你手上有一个发光的电话 所以如果你未拿到灯 你也可以拿着 你一个不要开着电筒的电话 都可以的 没有拿到灯的话 你可以拿一个没有开着电筒的手机 都可以的 当我们拿到的时候 我们可以安静地 全家一起坐下 我可以安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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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一同来开灯 我们先不要打开手中的灯 我们祷告完再一起开灯 我请同工 当我们都安静地坐下的时候 我们把厚厚厚厚厚厚厚 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壁万民 我们在灵里面 都合上眼睛的时候 求星灵来引领我们去思想 在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 求圣灵给引导我们去思想 我们的家族 我们的职场 我们的社区 香港整个的社会 在这个黑暗的里面 神去怕望 很多人在红巨的里面 在忧伤里面 没有出路 神的心在忧伤 神的心在照急 神在黑暗的里面 要作供 神要祂的指纹 白色 兴起 圣灵在祢和我的里面 今天祢和我 祢的光 都是我们的身上 祢愿意 与神同工吗 祢愿意 与神同心吗 圣灵今天 在我们心里面 邀请祢和我 是不是觉得 OK了 等一下了 不用那么够 今天神说 Now是现在 是现在 我们会觉得 我很微小 我都不懂 神说 可以报读小组长科生 可以和教会连结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是祢和我身上 用信心去回应 希望在你的手上 慶喜法官 好不好 这个时候 如果你愿意回应神 愿意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面 起来为主发光 靠着神的能力 这个时候 你可以用祷告的心 慢慢在座位上站立起来 我们站立的时候 我们可以伸开双手 同神讲神我要领受 领受从你而来的能力和恩典 领受这个作仪女的恩高 领受这个为神作功的恩高 主耶和华的灵在你身上 因为耶和华要高高你 领受在黑暗中 在这个社会黑暗的里面 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能力 圣灵我们呼求你 你来到我们的会场当中 每一个站立的弟兄姊妹 你按着我们各人的信心的回应 你现在来厚厚的恩高我们每一个 恩高我们每一个 主因为你的教会 愿意起来回应你的呼召 你的教会深入 今天三周年愿意起来 回应香港社会 你对香港社会的心意 祝我们愿意你见到 祝我们愿意靠着你的能力 轻起发光 这个时候有我们一家人 都可以一起拿着这盏灯 我们开了它 我们在黑暗中 我们每一家都着起这盏灯 这个先知性的行动 神愿当我们一个一家 一家一家穿起这盏灯的时候 主代表我们愿意一家一家 一起起来回应你 回应你 轻起发光 主不是靠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与你紧紧的连结 我们是你的儿女 靠着你生灵的大能 我们为你天气发光 进入你给我们的本身强盛 哈利路亚 黑暗遮盖大地 神却要写线 教寥的你 有爱遮盖万里 神却要拯救 来到你 Ride Shine 神的光已经来到 Ride Shine 神的荣耀教扰 Ride Shine 神的光已经来到 Ride Shine 神的庄里永远的光 在这里死狗 Ride Shine 真的有黑眼发光 神的光已经来到 Ride Shine 神的荣耀照耀 Ride shine 神的光已经来到 Ride shine 神要做你永远的光 让我们一起举手来领受祝福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举起手来领受祝福 我奉耶稣基督命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妹 我奉耶稣基督命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兴起发光 因为神的光已经临到 因为神的光已经来到 神的恩高要降临在你的身上 神的恩高要降临在你的身上 神的能力要认给你 神的能力要认给你 一切丰富的财宝都要临到你 因为你已经起来为神作见证 我奉耶稣基督命宣告 我奉耶稣基督命宣告 当你能够这样起来为神作功的时候 当你愿意起来这样为神作功的时候 天地都要为你效力 天地都要为你效力 你要为主大大的发光 你要为主大大的发光 带领多人归向神 带领多人归向神 让香港属神的人口不断地加增再加增 让香港属神的人口不断地加增再加增 让神国的光辉招摇在香港当中 让神国的光辉招摇在香港当中 让在黑暗当中的人看见盼望与出路 让在黑暗当中的人看见盼望与出路 神恩高使用你 神恩高使用你 主我们多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将最大的掌声归给耶稣 我们的耶稣 我们今天的崇拜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今天崇拜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会后前面有先知祷告服事 大家看着的是 新瑞611灵略堂 You are now watching NewCrop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如果你又感动 用奉献支持我们教会 If you want to support our church through offering 欢迎你将奉献 直接传入中国银行户口 Please send your offering directly to our Bank of China account 支票抬头是 新瑞611灵略堂有限公司 The beneficial name for the check is NewCrop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Limited 请你将收据 email到以下的电邮信箱 Please send your receipt to the following email address 如果你想更认识耶稣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Jesus more 或者有需要我们为你代讨的话 Or if you want us to pray for you 欢迎用email 或者电话联络我们 Welcome you to contact us through email or telephone 祝福你 Bless you 众生欢迎你 来信与这国家 Bless you 的费不可 不得了 出席 作詞 座